主席 今次國民教育所引起的嚴重爭議 其實是港府救遊自取 在制定政策時候 忘記了特區政府應有的角色和功能 作為一個現代城市的現代政府 它的存在是為廣大市民提供服務 推動經濟發展 捍衛和平衡社會上不同群體的權利 以及維護我們的核心價值 但很可惜 在國民教育這幾個事情上 它們甘心淪為一個單一政黨 一個推動意識形態的工具 今次政府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計劃 雖然暫時各自 但我作為家長 作為立法會議員 一個政府的監察者 是必須要繼續監察政府在這件事情上的取態 因為我們除了要關注政府 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之外 與此同時 其實在很多科目裏面 很多書本教材裏面 盲目的歌功頌德式的政治宣傳 已經逐步微細地滲透在裏面 叫人防不勝防 我舉個例子 這個是2006年版本 《教育出版社》的中國語文的一課裏面 而這個課文 我在2007年是教過我的女兒去中讀 在今年又繼續教過我的小朋友去中讀 這個就是講我的國旗 據課文說 當國旗圓著銀色旗桿染染飄升到天上 此刻 每一個人都露出神聖的目光 目光好象活說 國旗是傾聽的對象 那農民伯伯好象說 我們讓大地變成國家的糧倉 那宇航袁叔叔好象說 更多的洋利偉將向太空軟航 那科學家爺爺好象說 我為你創造世界第一 那運動員姐姐好象說 我給你捧回金質獎章 此刻我也在想 國旗喲國旗 億萬人都在為你爭光 我願快快長大 像小英在藍天飛翔 國旗將因我們 更加驕傲地飄揚 科文入面 用了很多情感 善情的詞語神聖 創造世界第一 爭光 驕傲 但是從來沒有說到給小朋友聽 究竟中國這個國劇怎麼來的呢 那五顆星又代表什麼呢 這些貨文究竟是否偏頗呢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今次的國民教育爭議 也都暴露了特區政府 將教育大業作為政治任務的企圖 而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令我們看到 當政府為求達到政治目的的時候 是不按程序辦事一個非常壞的例子 有什麼例子呢 有一份報章指出 教聯會於2004年 未經招標便獲得 當時教育局統籌 亞教育局秘書長羅范昭芬 和局長李國章 批出資助成立大埔國民教育中心 而到2007年 在公開招標中 再獲得在青衣成立另一間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兩個中心每年都坐擁 大概一千三百萬的公帑資助 向師生推介廉價的家留團和培訓等等 我們作為議員 要去裝修我們的辦事處 每過二萬元都要向三間公司招標 但是為何在批出這個招標的時候 是極度不透明 當然當中的招標程序審批過程 沒有向公眾交代 與此同時 既然國民教育現在的指引已經擱置了 而學校也不再需要展開國民教育的獨立成果工作 因此 我們必須檢視 看看教育局是否需要 撤回於早時發放給每一家學校的五十三萬港幣 那個港幣的五十三萬 是用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支援津貼 因為與這筆支援津貼相關的政策目標 具體上已經有重大的修改 從一個專業審計的角度來看 既然這個教育課程已經被擱置 究竟政府有什麼理由 或者有什麼公共財政的邏輯 去說服我或者公眾是不用收回這些筆錢的呢 還是政府仍然不死心不心識 希望有理由這些學校繼續推行國民教育呢 今次政府強對國民教育引起社會的分化 負責教育政策的吳克劍局長 是必須承擔政治責任引救下台 而葉建源議員已經說了吳局長的失蹤罪 我亦都不加長說 除此以外 每當政府推行一個政策 是必須考慮到當中的社會影響 經濟效益 今次的國民教育爭議 引發了數以萬的市民上街示威 佔據政府總部廣場 按當時主辦單位的數字 一連十日的反國教集會 最高峰期每一晚有十二萬人參加 而一連十日的集會 差不多有28萬的人次參加 當中如果我們將這班人的國民生產總值 香港的生產總值計算 其實是等於大概兩億元的經濟價值 政府是應該慶幸 反國教的集會都在晚上進行 如果市民選擇日間集會的時候 甚至已經變成罷市的時候 政府就更加要扶上破壞社會經濟的罪名 故此 我是支持葉建源議員提出的意外中三個重點 請政府立即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指引 請吳一劍為事件負責而下台 以及對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表示遺憾 我僅此陳詞 請進行政長官梁振英文 請進行政長官梁振英文